字幕君 第二回合 哈囉大家好,我是红红 今天要玩這個新的LOGO 它的地圖有改 然後還有這個大蔥餅乾跟他的新服裝 然後公告這邊 他那個核桃寶物有改強 然後這個最棒的地方就是 以後魔法堂祝福能力可以儲存 然後可以選擇這樣 然後 以前一顆的時候就可以祝福 現在有五顆才可以 然後其他就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抽今天的主角吧 哦 只好二而已耶 擊退四面八方的主角林劍克 那我們今天一樣來抽 六香好了 沒有殘清 再來是抽寵物 他的寵物名字叫什麼 竹筍大臣喔 為什麼叫大臣啊 難道 這個大蔥餅乾是皇帝之類的 所以要跟著大臣這樣 有水寵 還是沒有殘清 還是沒有殘清 那我們就來把他們快速升滿吧 喔 終於成功了 今天失敗有點多事啊 那我們就來高級祝福 那我們就來高級祝福 來看一下還有什麼能力 這四個 選所有果凍跟障礙物應該都可以啦 差不多 唉唷 加120耶 這是頂級能力耶 哇 今天怎麼這麼幸運 喔 好棒喔 頂級的 頂級的就是不一樣啊 喔 還有新的稱號 大蔥世家繼承者 那我們來把他穿上吧 哇 看起來蠻好看的嘛 綠綠的 那我們就來跑 獎杯賽吧 第一棒我們就用 大蔥餅乾 然後二棒 應該是不用改啊 然後寵物用他的專寵 然後寶物的話 一開始好像都會缺距離 那就給他帶雙速度好 那我們就 練習 還是比賽 喔對 又忘記換他的糖衣了 今天用 冒險加什麼料理組合的 在這裡 然後我記得之前好像有送一個 竹筍果凍 竹筍在哪兒 喔 在這裡 跟他寵物蠻配的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今天真適合吹笛字 可是你又沒有笛字 他的能力就是 你看他頭上不是寫Touch嗎 你就可以點這個 劍克 你就可以砍過去 然後最後我們也就發動這個 大技能 一次砍全部 不是大技能啦 大絕招 然後他頭上有個計量條 好 藍色的那個 那他買的時候就可以發用這個 魔法糖的能力 還有 額外的破壞障礙物分數 馬上就來到我們的 黃昏的 不是黃昏 傍晚的列車 他能力算還不錯啦 還蠻帥的 只是 又是在地板的類型 感覺又是肉絲什麼 馬上就來到我們的 L3的地圖 這應該是L3喔 我剛好看得錯嗎 那個是螃蟹在衝浪 好可愛喔 現在螃蟹都很厲害 還會衝浪 欸 這個姿勢 有點奇怪吧 這個上天堂的姿勢 很滑稽 為什麼是這個姿勢啊 還蠻違和的 好 看來他的那個 魔法糖能力只能所剩兩個 所以要快點發動 不然會浪費掉了 哇 又是 可怕的螃蟹啊 等一下會不會出現 更可怕的寄居蟹 啊 我真的很怕他真的會撞到 等一下 底下這是什麼 綿羊喔 一堆可愛的綿羊 我幫你畫個眼睛 真的還蠻可愛的耶 哎呀 你在看綿羊 真的超劍客 看完突然跑出來 看我砍爆你們 果然綿羊都沒了 這是 小烏龜壯大烏龜 這烏龜好醜喔 怎麼長這樣子 以前都沒有注意看 我是講錯話是不是 都沒有遲到 欸 他的那個 血量是算好的耶 剛好可以發動 最後一次技能 對 就結束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 藍莓派剛好可不可以危機吧 不然他可能就會消失在L9了 好可憐喔 嗯 另外路上那些 綠色的捲軸還有橫色的啊 那是 現在新活動 這個之前那個 銘花糖吧 銘花糖的 什麼 情人節活動 記性活動一樣 就收集啊,可以記性,可以拿獎勵這樣子 好,來到我們的夜晚的列車 那這次傍晚的跟夜晚的都出現了 還是熟悉的列車最對位 他這個血量感覺,有點危險欸 可以發到技能嗎 我們差一點,可以,還好,感覺有點 有點危險欸 這樣,有時候如果跳不好的話就沒有這一段喔 沒有這一段粉索 還可以剛好吃到那個,大補 這張圖還蠻喜歡的,看起來配色很舒服 我記得是,紐層餅乾的挑戰吧 應該沒有記錯 哎呀,撞到了 哎,我剛剛是不是有介紹他的寵物啊 他寵物就是,每隔一段時間的時候就會,你看這樣 申請保護令這樣 啊你就要破壞障礙物 你看5個 然後他就會吐錢給你 對不對 就是這樣 申請保護令 他可能被家暴之類的 363 沒有到4億欸 是這張圖很低分還是 冰桿太爛了 反正到時候,測試出來再 PO出來給你們看吧 那我們就去跑挑戰 欸 欸,我的桃子完全沒跑欸 好可憐喔,直接被我遺忘了 他推薦 這三個喔 三個加分欸 連一個引擎都沒有 第一個是飲料 紅是戰馬吧 再來是 龍蛋啊 馬上忘記 喔,在這裡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能稱霸主領 可以啦 你看,一刀砍一個 那個如果全部換成桃子還是底子 還是一刀砍一個 好,這樣有點血腥了 這張圖應該是他的專屬地圖吧 這張圖應該是他的專屬地圖吧 唉唷,上面還有那個 殘屬 會動的殘屬 這瓶水好難吃喔 喔,他 還是有額外的 破壞障礙物分數 我們的字母默默的滿了 差一個1而已 啊,他那個 路上會有那種錢袋 砍爆的話會掉那個 錢幣鼓洞 就是底下這個 沒有實力耶 這樣有點 他會亂噴耶 這樣我稍微吃不到 這個滑桿一定要碰喔 不然 就吃不到底下的錢 錢很重要的 他這個動作真的很帥 他這個動作真的很帥 很快 又是那個奇怪的姿勢喔 真的很滑稽 啊,他是用手給那個寵物拉著是不是 這才是很奇怪啊 看到那個彩帶 感覺有一絲不妙 應該是吃不到的 欸,我已經飛上去了耶 我還等你一下 你竟然沒有吃到 太可惜了 欸,他飛回來了 他又離我而去了 他又離我而去了 可惡啊 這件樣設計 都吃不到彩帶 啊,紅藻可以 紅藻可以自由地跳 他障礙蠻多的耶 感覺又要研究 從哪裡看了 欸,好像又可以看到我剛剛說的那個恐龍了 你看,恐龍往前跑對不對 我們比他快耶,你看 超快 我們現在是龜兔賽跑 我們是 大衝恐龍賽跑 哎呀,忘記發動了 這好像看在哪裡發動耶 那個魔法糖 像這個時候 像這個時候就不要發動 直接被吃掉 可惡的 劍客 快要鑽石了 欸,每次到巨大化 哇,這也是新的 這種 雲霧喔 還是什麼 熱氣 你就會變成這樣 輕功,水上飄的那種感覺 啊,又不是水上 反正是 輕輕的飄起來 現在他要重新習慣 不然可能會 不小心掉下去了 好,已經鑽石了 喔,還蠻高分的嘛 欸 欸 太輕了啦 直接掉下去,我就說 啊,太可惜了 只有321而已 欸,這樣有700多名耶 來看一下他們分數多少 第一名332喔 這樣沒有差很多耶 欸,還蠻多人帶核桃的 核桃跟 讚嗎,還有飲料 好啦,那 等我研究出來的話 再PO給你們看 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喔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按讚 訂閱跟分享 那就下次見喔 掰掰